Hello 大家好 欢迎观看百看影坛 如果你比较喜欢看关于探讨人性的影片 我会安利你这部科幻剧情片《第九区》 这是一部让你对人性越看越绝望的科幻片 影片主要讲述来自MNU的探员维库斯 在驱赶居住在第九区 形状宛如大虾的外星人时 不慎感染到外星人的流体 而逐渐也变成了外星人 最后沦为被研究的对象遭受非人的虐待 为了摆脱这种虐待 维库斯不得不逃亡到第九区 和他曾经欺压的外星人住在一起的故事 1990年 一群宛若瞎撞外星 极其丑陋的外星难民降落地球 人们由最初的金黄到接纳他们 并把他们隔离在第九区 原本以为相安无事可以和人类和平相助 但经过20年的繁衍生机 外星难民已经达到惊人的数量 更糟糕的是 他们的存在开始让在周边居住的 尼利日亚人深感不满 矛盾日益加深 政府决定借助MNU的力量 把这些外星难民驱赶到更加偏远的地方去 而负责这项任务的就是影片的男主角维库斯 在执行这项任务时 傲慢的男主维库斯 认为自己天生比这些外星难民高人一等 所以从来都是一气之始的态度要求他们 导致搬迁不但没成功 反而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 而自己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不小心碰触到了 能让外星难民们重返他们家园的外星流体 本以为并无大碍 但当维库斯回到家后 在妻子及同事为他准备的生殖庆功宴上 吐血昏厥 醒来后发现 自己其中一只手竟然变异成一只大虾手 而此时崩溃的维库斯还没还过神来 就被MNU总部的人运到了实验室 当起了可怜的小白鼠 原来MNU总部包括生活在外星难民周围的 尼利日亚黑帮 都对外星人拥有超强大的武器 给予已久 但无奈 因为武器必须结合外星人的DNA才能启动 所以他们为了达到目的 尼利日亚黑帮以生殖外星人 来企图得到他们使用武器的能力 而MNU总部也以解剖外星人来达到使用武器的目的 而当自己的探员维库斯不幸变异的时候 没有人关心他的死活 他们只关心的是 他们残酷的实验效果 也去他变成什么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能从他的身上获取到什么 不禁让人深深感觉到来自人性的贪婪与恶意 当维库斯不堪虐待逃出实验室的时候 以不被当人类看待的他只能逃到地球去 而此时随着男主维库斯身份的变化 观众们也开始站在外星难民这一边 相比人类的无情贪婪与自私和丑陋 外星难民却显得比人类更要有人情味 他们最终接纳了维库斯 把他当成了同类 一而再三而三的在人类的攻击下解救维库斯 并大意会在三年后帮助维克斯重新做黑人类 MNU最初被爆出 因非法研究基因项目而被逮捕候审 故事结尾 在第九区的一堆废墟里 已经完全避疫成外星大虾的可怜维库斯 一边等待外星人的三年之约 一边手里折着一朵送给妻子的金属花 期待可以和抛弃他的妻子再次团聚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